堂队能否实现复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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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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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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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洲能不能打 你觉得不能 也不能 对 原因 原因是 我发现 确实如观人所说 你好像打到后面 每一个把美洲选出来的队伍 可能都会后悔 那今天狮子其实还行 对吧 我记得狮子刚才那场solo是打了美洲的 打了美洲谁选的 你这么一浪去谁选的 反压 真言反压 那我觉得虚约得用 虚约之前情久仲有一个跑法 可以 看看会不会了 四个原理 四个序列 序列当时重视两个ECU全都在第二圈开的 还记得吗 你说这个 我现在一下反不过来 我突然间就在想 我说后边还有没有可能时去时照 我觉得有孙悟空 没必要吧 不一定没必要 不大可能 但是不好说一下这个 毕竟起步车 而且没比过 先看这一局 风台起步很快 小玉直接钻了过来 没单 啊 开ECU 完了 宁清不会 他先交了一个ECU 而且现在还是在第三名的 对 他不会 这跑法 那这看起来是有点乱 而且现在RSC如果领先的话 狼队两个人短时间爆超 明明复位了 而且宁清还少了一个ECU 对 看一下RSC这一把 这两个ECU全都有 想起来 想起来了吧 对 两个ECU全是第二拳开 当时我还说众兄你在搞什么 对 后来我说众兄对不起 快 然后说每一位选手 在原来当中都能够带来不一样的价值 看这边ECU先开 然后 空门落地盘迪加CWW 看一下风在 你去这边还蹭了下墙 这边还有点票 第二个ECU了 对 这个点票是为了调整 但是有一定的失速 再看一下明明先的位置 1.9的2.0 不断的跳跃 但是RSC表面选手 还是拥有一个ECU的 明明两个ECU怎么也没了 他是在第一圈末的时候 把那ECU给开了 也不会啊明明 那这个跑法怎么办 看一下这一个点 开 以后 ECU直接开 看一下风在 这个跑法是没有问题的 直接转过来 后边的话 小一的宁清 两个人之间也相差0.6 但是一弹 二弹 最后一弹 而且这把成绩还很快 看见风在最后出现时间 1分32秒01 还打破了反压的记录 兄弟 学到手都是活啊 后面内心的话是1.92 还好没跳 但明明2.52 这一手的话 比分再一次被RSC给反转过来 三分 反超远分 真的 要敢于尝试 学到手都是活啊 全国公开赛 还记得吗 嗯 当时是一手阿飞的 乌山风银 使用到序列未来 带来的一手跑法 带到了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 对 在常规赛阶段 琴九当时已经晋级无望的情况下 重在一场solo的过程当中 应该当时就是面对到的是RSC 封赛 选到了一手 反压 用了一手序列未来 当时有原集的话 还没用原集 我说你在干嘛 但是最后 这一手序列未来 也带来了一些真材实料 这一手 从宁青的第一个ECU交出来之后啊 其实就隐隐的会有一种感觉 对狼队来讲 这张图可能会是个刀坎 敏敏也是 敏敏在第二圈面开始的时候 我看好那个第一ECU就用了 没有关注敏敏的ECU使用情况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当这张图 你看续阅未来的时候 第一圈你把ECU一点 就说明你这张图 你不会 就是不会擦那一种跑法 是 新一路 谁来找 封赛 对 恭喜 中 恭喜中 确实也要恭喜啊 恭喜2C封仔 感谢中 将反亚续阅未来的跑法 带到了联赛 对吧 打破了就是小玉的记录 保持了314天 续阅未来 1分32秒01 也差一点点跑到31 哦 那下一手狼队打选啊 打孙悟空还是打空港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孙悟空的空港 开玩笑啊 不可能 我觉得宁清这个赛季啊 狼队有一场算一场 不管未来还有几场啊 我就都不可能再拿几家跑空港了 对 那这个 宁清这个点ECU一开就秒懂了 但是宁清的操作确实很细 游戏理解也很高 他当时开了这个ECU以后 还想叠加一手WCWW 因为他知道WCW的速度不够不够 对 只不过说再次上墙出现了一个失误 小玉这边出现了一个拖飘 这个点ECU直接开 但是整体封在这一把的完成度 是非常的高 下一手 还是空港 两边今天就把自己的活全亮了 冲一赛格 一个王图是老街 一个最后一手是空港 现在就已经这样了 看下一局空港 按说两分的分差 空港这张图足够 对 对 但是这四名选手 全看当局比赛的一个起步 谁能够占据到优势 看起步 小玉起步很快 宁清起步也很快 一左一右 空中交替 会不会顶头 没有 都很顺利 是 虽然说ECU释放的情况不一样 但是前后四位选手都没有碰到 风仔和敏敏都得无了一手ECU 哎 啊 敏敏用了 但这里还被球一翻卡了一下 呦呦呦 这里好惨啊 那直接落后一点几 暂时退出战场 而前面 风仔和宁清开始抢位置 宁清已经反超了风仔 0.2的差距 是一个ECU能够弥补回来的 对 但要知道风仔 现在是三名选手 四名选手当中唯一一个多了一手ECU的 所以说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距离 后面ECU正常释放 只要两名选手不失误 最后必须会发生反超 是的 你得看一下前面宁清 哎 这个路线 只要不失误 这句话还是有点说得早 但是这张图不失误确实很有难度 你现在的话就多一个ECU 其实没什么用了 但多一个ECU的话 能不能够把自己的分叉 跟敏敏追一个同分 是 现在就是同分 但是两名选手不能再出现失误了 敏敏已经在2.0 1.9徘徊 但是也特别说明 宁清在前面有一点失误 而后边风仔2.6 2.7 2.8 是 2.8不能再跳了 看前面小玉后追宁清 现在分叉只有2分 而这一局目前是几分的 后追不说 现在也只能跟车了 分叉241的优势也唯有2分 这边再撞一下 小玉形容反超 对 而且明明速度要慢的情况下 还挡了一下小玉 这样的话狼队来到了双凭跑 看一下最后的分叉 宁清再来一个WCWW冲陷 是没有问题 11分当手 明明紧随其后 RG两名选手的冲陷时间 一闪而过的风仔4.2 就已经奠定了狼队这轮2分的胜利 恭喜狼队 在最后一局极空港这场比赛里边 一局5分直接形成了翻盘 是的 你有我的盲点 但我有我的强点 恭喜狼队 先拿第一轮2v2个人用赛的第一大分 是的 同时也打破了RG 在这个赛季所保持的RV不败记录 难 但不代表不可能 最后这一轮 这轮2v不得不说 RSG也是拿出了足够的诚意 这个新东西其实露的确实有点早 因为要知道反亚这一张图 在这一个赛季来说 它的地位很高 因为进入到加赛 高兴赛道反亚就是其中的代表 是的 但我觉得输得不冤 因为狼队其实今天也展现了新东西出来 1号公路 但这个东西其实属于公开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 11-16跑1号公路确实快 而且是超乎寻常的快 但是呢 我觉得RG今天2v收获的一点 就是为后面的稳定以及配合 再次敲响一个警钟 是的 而且我一直相信一句话 其实你保持连胜没什么用 而且甚至你一直连胜的队伍 你最后不一定有个外 有的时候犯错趁早 还是这句话 是的 所以说恭喜狼队 今天在这样的一场比赛里边 打破了对手的不败记录 同时收获了自己一场小分的胜利 这事确实很好 但对于RG来讲的话 其实早输早发现问题 早去解决问题 对 但是这场比赛 你硬说问题的话 我觉得也说不来什么 风仔的第一冲线率也得到了保证 对 这小玉呢 虽然说从后面七张图来看 无一冲线 但是其实前面小玉是二连冲线的 是的 所以说整体的冲线率也还可以 但后续确实是有被压制 嗯 而今天我们看一下选手的小分 宁青 虽然说冲线四数呢 都不算特别多 但是依然小分是最高的 然后敏敏82 对吧 他相当于是把这个底兜住了 他解决了小玉一分 是 然后风在和宁青两个人争分的情况下 是宁青略胜一筹 嗯 风仔到最后还在15 这一手空港我只能说 在赛场上多练就是会有效果 狼队在这一个赛季 他空港练了很多 跑了很多次 实战里面很多次的经验 对 而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这五分就说明了一切 又是五分有收获 两个五 这一局的MVP 是给到了狼队宁青 均分9.9分 两次冲线 本赛季MVP的累计 是来到了两次 诶 这个也是第二场比赛 嗯 呃 这个应该是昨天的那一场 二维抢一期 给的是MVP